又到了山海气象的时间了 明天的天气是如何呢 我们来请教气象主播阿巴斯 是的 亚本能一幕 各位观众们 欢迎来到山海气象时间 我是阿巴斯 今天还是好冷喔 廉价刚结束寒流就来报道 一直到今天 北台湾都还是冷嗖嗖的 长假过后又遇到这冷冷的天气 让人家好想赖床 可是却又不得不离开 我们温暖的被窝 到底要冷到什么时候 现在你从卫星云图上来看 从卫星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片没有云的地方 就是冷空气所在的位置 这个寒流南下带来了 比较干冷的空气 所以北台湾的水气 已经明显地减少了 各地的降雨 也都比较趋缓了一些 只有在比较靠近山区的地方 还是有一些降雨 像是我们花莲的秀林 一直到今天下午5点之前为止 日累计雨量超过了25毫米 一整天都是飘着雨的 不过目前看来这个水气 到了明天还会再减少 各地会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 但是好天气总是相当的短暂 我们可以看到 在华南地区仍然不断地 有雨雨区在向东移动 所以到了礼拜四 各地的水气又会再增加 降雨的情况又会开始变得比较明显 至于各地温度上的变化 再带你从地面天气图上来看 今天北部宜兰一整天都还是偏冷 不过幸好这个水气少了 温度高温比较小幅的回升 不像昨天那么湿冷 感受上也比较舒服了 一点点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目前这个寒流是已经逐渐地 在东移出海 到了明天晚上会来到这里 明天各地就会转为 吹较为温暖的偏东风 不过这个温度 不会那么快地回升 今天入夜一直到明天清晨 都还是比较冷的 在中部以北的低温会下探到11度 南部地区的低温也只有14度 一直要等到明天白天 这个太阳出来之后 温度才会慢慢地上来 明天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的高温 会比今天增加5度来到20度左右 中南部地区的高温也有22 23度 接着带你来看 为您整理的山海气象 中南部地区的高温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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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高温也有 尺导 中南部地区真闻 中南部地区的高温也有 打破玉世 你堂下骰可以口的 明天白天各地气温 都会逐渐地回升 不过在高海拔的山区 还是很寒冷 像是我们周族人居多的 嘉宁阿里山 低温还是会降到三度 高温也不会超过十度 目前我们达邦部落 正在举行Maiasvi 要提醒参加祭典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保暖 以上是今晚到明天的天气预报